今天是2022年的7月14日 正好是法国的国庆节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 宣主制度结束的纪念日 巴黎人曾经在7月14日攻占巴士抵御 这个轮椅和这个板子是有时候车长要协助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下车 我现在在瑞穗火车站准备坐火车 要去花莲火车站附近的顺丰快递 瑞穗并没有顺丰快递的营业场所 如果我在瑞穗寄顺丰的话 顺丰会请黑猫宅机便上门取舰 这样子快递要多耽误三到四五天 所以我决定直接去顺丰店 寄送一份文件到中国湖南 花莲同时是花莲县和花莲市的简称 常常会让人误会 花莲县很大 南北长约138公里 花莲市很小 是一个县级市 我住在花莲县南边的瑞穗乡 到北边的花莲市 坐火车约一个小时 约80公里远 这个老人家就在等候送他出站的轮椅 轮椅来了 我的悠悠卡贴在手机壳里面 去读取的时候老是失败 这等于是两张RFID卡叠在一起 导致通信混乱了 后来把卡拔出来就可以刷卡成功了 来去花莲县车站 花莲县站左边的那个顺风快递 去把一个快递寄过去 这么大太阳他们在训练什么呀 地板是烫的呀 手就按到地上了 帮朋友的顺风就寄完了 估计停战斗机划破天空 是花莲居民的日常内容 我花半天时间来花莲 只办一件事情不合算 我顺便去外交部换护照 我上个月改了姓和名 把周熟光改为用了 月二十年的佐拉 护照上的名字要改 银行卡的名字也要改 外交部说要带两张照片 我没有带照片 那下次再来 改名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改天再细说 在玉山银行导师改姓名顺利 花莲很多送餐员 我住乡下并不熟悉这种业务 感觉委托送餐员买麦当劳 速食的人很多 我对自助点餐机器的界面 很不熟悉 想点个有辣鸡腿 有薯条 有可乐的套餐 结果点了一个 七十五元台币的版本 这是七十五块钱的餐点 好像也没有很糟糕 平常的一个套餐 都在一百六左右 这个只要七十五块 但是这个鸡腿很小 小到跟硬币大小差不多 我在图书馆来加了一杯水 顺便打开他们电脑 看一下我自己做的影片 增加一个点击 酷热的夏日 在花莲市区不慌不忙地 走了约五公里 然后坐1.06分的4535出行车 回瑞穗 回瑞穗的路上 某些路段就已经下雨了 我还真期待一场淋漓的大雨 台风也应该来清理一下 河床上的杂草了 感觉很多年没有台风 拜访过台湾了 下车的时候 又看到了被黑色话筒的学生 估计他逝去花莲学画画 总算下雨了 这里可能一两个星期都是天津 害我天天去玩水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